在工程实践中 对称结构较为常见 其特点是造型美观 体现秩序感 和景观焦点 常见的平面对称结构 有轴对称结构和点对称结构 轴对称结构是指几何形状 斜面尺寸和材料性质 织成情况 均对称于某一几何轴线的结构 图示矩形函管是一个对称结构 具有两根对称轴 图示钢架有一根斜向的对称轴 点对称结构 是指结构的一半 绕对称中心旋转180度后 与另一半重合 图示结构对称中心为K点 这期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 轴对称结构的简化计算 在结构对称的前提下 再来讨论外界因素的对称性 以外贺载为例 将结构的计算简图 沿对称轴对折后 若结构两部分上的贺载 彼此完全重合 则称为正对称的贺载 图示结构简图 沿对称轴对折 若两部分上的贺载重合 但方向相反 则称为反对称的贺载 图示分别为对称结构 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 和对称结构 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的计算简图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 对称结构 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力学特性 有两点结论 一 对称结构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 其内力与变形是正对称的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支反力的正对称 内力的正对称 及变形的正对称 二 对称结构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 其反对称的位置量为零 对称轴K点 即衡量中点的轴力和弯距 是正对称的物理量 可以通过计算 确定其大小及方向 其简历是反对称的物理量 其值为零 K点的水平位移和转角 是反对称的位置量 其值为零 数项位移是正对称的位置量 可以通过计算 确定其大小及方向 对称结构 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力学特性 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两点结论 一 对称结构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 其内力与变形 是反对称的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支反力的反对称 内力的反对称 及变形的反对称 二 对称结构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 其正对称的位置量为零 对称轴处 即衡量中点的轴力和弯距 是正对称的物理量 其值为零 简历是反对称的物理量 可以通过计算 确定其大小及方向 衡量中点的水平位移和转角 是反对称的物理量 可以通过计算确定其大小及方向 数项位移是正对称的物理量 其值为零 根据上述讲解 大家可以判断出图示 偶数跨对称钢架 其中柱CD上的内力 哪些是正对称的位置量 哪些是反对称的位置量吗 图示钢架在对称贺载作用下 其中柱CD上的简历和弯距是反对称的物理量 其值为零 轴力是正对称的物理量 存在 根据上述各结论 分析对称钢架在正对称或反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时 可取半结构 进一步简化计算 接下来分四种情况确定常用的半结构 1. 基础化对称钢架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半结构 对于图A所示钢架 在正对称贺载作用情况下 根据前述结论可知 在对称轴的截面K处无转角和水平线位移产生 但可以有数向线位移 同时在该截面上将有弯距和轴力 但无简粒 如图B所示 因此 截取钢架一半计算时 在K截面处可用定向之座代替原有的约束 从而得到图C所示半结构 2. 偶数化对称钢架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半结构 图A所示钢架对称轴处的节点C 由于结构对称贺载对称及忽略柱的轴向变形 将无任何位移发生 同时由于柱的支撑 钢架衡量C截面具有弯距 简粒和轴粒 如图B所示 故可将该处用固定之座代替 从而得到图C所示半结构 中柱CD的轴粒 后续可通过C点的立平衡方程得到 3. 偶数化对称钢架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半结构 在反对称贺载作用情况下 根据前述结论 图式钢架在对称轴上的截面K 无数项位移发生 且轴粒和弯距都等于0 而只有简粒存在 如图B所示 因此 截取一半结构计算时 在该处可用数项链杆代替原有的约束 半结构如图C所示 4. 偶数化对称钢架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的半结构 图V所示钢架 可将其中间柱设向为由两根各具有二分之矢的竖柱组成 它们分别在对称轴的两侧与横梁刚接 如图B所示 设将此两柱中间的横梁截开 由于贺载是反对称的 故该截面上只有简粒的存在 当不考虑轴向变形时 这一对简粒对其他个杆均不产生内力 而只使两根二分之矢束柱产生大小相等而性质相反的轴力 由于原有中柱的内力是这两根束柱的内力之和 故简粒FQK对原结构的内力和变形都无影响 于是原钢架的半结构如图D所示 当按上述方法取出半结构后 即可计算内力并绘制半结构的内力图 再按对称关系做出另一半结构的内力图 这种用半个钢架的计算简图来代替原钢架进行分析的方法 就称为半钢架法 例如图示对称结构在反对称贺载作用下 我们先取半结构 由于半结构是一个静定结构 我们可以较为轻松地绘制出它的弯具图 再反对称到另一半做出全结构的弯具图 又如图A所示结构 属于对称结构在正对称贺载作用下 我们可以两次利用对称性选取半结构 得到原结构四分之一的结构如图B所示 利用立法计算一次超进定问题得到其弯具图如图C所示 再两次利用对称性得到全结构的弯具图 最后对于一般贺载作用下的对称结构 可先对贺载进行分组 在分别按正对称和反对称贺载作用下 取出相应的半结构 以适当方法求解 也是可尝试的简化计算方法 如图所示 水平集中贺载作用于单跨多层钢架时 如果不考虑感见的轴向变形 则正对称贺载作用下 衡量仅仅存在轴力 各杆弯具和简力均为0 反对称贺载作用时 我们可用半钢架法简化计算